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我的朋友今早离世 撇下一对双胞胎孩子 一起来听 一个朋友突然去世了 说是朋友其实也不过就见过三五面 彼时我还在报社上班 写了一篇关于贫困学生的报道 他给我打电话要捐款 我见到他穿着一身迷彩服 一脸憨厚质朴 也不像有钱人 我也是苦畜生 小时候靠人阶级长大的 如今开了一家米线店 挣不了太多钱 但好歹有饭吃 他捐了一千块钱 让我转交给那名学生 就这样相识了 后来因为他情感的问题 公益的事情 我们又见了两三次面 每次见他都是一副 匆匆忙忙的样子 说话语速极快 走路总是带风 就连留在我采访本上的字 都沾黏在一起 仔细分辨才能够看清 在后来32岁时 他终于结了婚了 妻子是他小店的员工 最大的梦想呢 就是在这座城市买一套房子 再生养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他们结婚大半年后 他妻子联系我 刘姐我不想和他过了 店里生意也不好 他还热心帮这个帮那个 家里存不住一分钱 我对他说 小家重要 安顿好小家才能帮大家 他笑了 我改 我改 他后来或许改了 因为妻子没和他离婚 两个人买了一套小房子 还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2019年秋 他微信上给我留言 我加盟了一家粥铺 店面大多了 你有空来尝尝 我还没有抽空去呢 就碰上了疫情 我知道他为了给两个 强保重的幼子 还有并肩打拼的妻子 更好的生活 是贷款开的那家粥铺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曾给他电话 苦日子会过去的 挺住 他给我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说 周铺刚开业 还没真正运转 就碰上了疫情 加盟费和装修费 都是借贷而来的 压力巨大 两个孩子花销大 老父亲也患了重病 正在安排手术呢 好在国内疫情控制住后 他店里的客流量 渐渐多起来 周铺生意 也渐渐有了起色 为了还账 为了生意 为了养家 他忙得想要分身 每天早上 他不到四点就起床 为了六点准时开店 晚上总是忙到十一点才回来 半晌里有一点空 他还要跑到医院里 去看他老父亲 他妻子哭着说 昨天早上 他凌晨三点五时起床 一头栽在厕所里 须旧没有动静 送到医院时 已经走了 是欣元姓猝死 他才三十六岁 去送他最后一程 一米八多的汉子 躺在小小的水晶棺里 就像睡着了一样 再也无法语速极快地说话 再也不能走路带风地忙碌 再也不能慌慌张张地 写下粘念在一起的草体 他浑身笑服的妻子 常跪不起 扣鞋亲朋 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被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揽在怀里 尚且不知 什么是幼年丧父 和胜离死别 他的逝去 还瞒着躺在医院病床上 和死神作战的老父亲 这人世间 最无法承受之痛 就是子喂养 先不带 我盯着他定格在 黑白照片里的笑容 想到五月份 他还打来电话说 日子越难 越要凭良心做生意 不能拆一点点假 要把各种面食和菜品 都做得清洁可口 留住回头客 不怕不长远 现如今 他却猝然离去 成了一缕青烟 一泡黄土 一个亲人口中拼命呼唤 终将被外人遗忘的名字 为留下 蹒跚走路的孩子 患难与共的发妻 年迈患病的父母 2020年 很难 更难的是 那些原本 也有着五彩斑斓梦想的人 被永远困在这一年 再也去不了 下一年了 这已经是今年 我第二次告别身边 有连接的人 今年一月 我家先生的亲表弟 突然离世了 去世前 他已经因过度肥胖 患上多种慢性疾病 包括心脏病和肾衰竭 去世那天 他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前一秒钟 还和妻子商量着中午吃什么 后一秒钟 就一头扎在地上 再也没有醒过来 急救室 就在五十米远的 几步之遥 他却被死神 摁在了 抢救不回来的阴间 他才三十八岁 有一个成绩优异 且聪慧美丽的大女儿 还有一个 身患先天性疾病 在做康复训练的小儿子 在他离世的半年前 他的父亲 也就是我先生的舅舅 才突发心脏病离开 他的母亲 我们的舅妈 因身患脑梗 长期需要人照顾 他在盛年离开 就想把一个家拦腰截断 上有老需要赡养 下有小需要抚育 他这根顶梁柱 却轰然倒塌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 去他家里 他曾悲怆地对我说 父亲走后 他要努力扛起这个家 供女儿考上大学 陪儿子康复痊愈 给神志不清的老母亲 送终 再也不惹 不离不弃的妻子生气了 她的誓言游在耳边 她的音容 已经模糊 我每每想起她 想起她的家 想起她生前牵挂的那些人 就悲从心来 当生命的余额不足 当健康的警报拉响 当一切身外之物 如潮水般隐退 当叫嚣的病魔 将一个人摁倒在生死线上 当再多的钱和名 爱和梦 也换不醒一个沉睡的人 多少活着的人能明白 我们的肉身和康健 才是我们灵魂和梦想的神殿 才是我们驰骋和辗转的战场 才是我们此生的原点 和终点 步入中年之后 我悲怆地发现 身边的一个个人 开始不打招呼地离开 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在星月尚未隐身的凌晨 在路灯还在闪亮的深夜 在天空飘着细雨的白昼 突然被一个叫病患的门槛半倒 一头栽进死亡的魔咒里 或者在鬼门关走一遭后 又被赦免到人间 进而在看见实相中 发生巨大改变 我们总说忙累苦 是为了梦想事业和家人 但我们忘了 如果无法好好活着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成立 这是一个患癌后历经手术 仍在险中求生存的兄长 说过的话 他也来自农村 吃过苦当过兵 转业到地方 荣誉感和责任感巨强 工驾驶当自驾驶来干 是单位出了名的老黄牛和工作狂 他自认身体素质好 有个头疼脑热根本不放在心上 他低烧不退 腹部隐痛 大便带血 照样硬着头皮 陪领导喝酒出差 加班工作到深夜 这让他的确收获了好人员 和好员工的勋章 但这也让他在忽视身体的呐喊中 受到承介 后来呢 他被确诊为肠癌 大肠被截掉七八厘米 要靠体外造楼 才能维持生命运转 患病后 他腰里天天别个粪袋 领导有事不再喊他 同事看见他 也离得远远的 他在骑士和排挤中 从业务科长的位置退下来 成了一个闲人 只有他的老妻 他的儿女 他家里养了十多年的老狗 对他始终如一 我爸做职场手术时 我曾向他请教相关注意事项 他热心地一一告知了 末了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也是拼命的人 但你要记住 工作再出色 成绩再优秀 都不如健康重要 我们是单位的一颗丁 但是我们是家人的一座山 一个集体 离开任何一个人 都照样转 一个家 却了任何一个人 都不再圆满了 生死才是最大的欲望 这是我在一个故事里 写到的一个女读者的感触 她曾因夫妻之间的争吵 婆媳矛盾的恶化 亲子关系的焦虑 出轨他人 在道德和羞耻中分裂 又在诱惑和迷茫中沦陷 直到被检查出 宫颈癌 幸好癌症发现得早 还没有扩散呢 甚至不用切除整个子宫 有天下午 她从病床上醒来 风吹动窗帘 一缕阳光照在床单上 往事排山倒海的袭来 她忽然泪流满面 老天用一场癌症 对她进行惩罚 又对她给予警醒 是为告诉她 再也没有比生死 更大的欲望 可悲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那些卑微的欲望 而忽略了生死健康 直到上苍以意外 以病患 以灾难的隐喻 提醒我们 不要迷失在欲望的河里 要透过那些细微的提示 回归真实的自己 虽然2020年还没过去 但这一年 真的已经深刻改变了我 以至于 我对未来和人生的看法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是写下 北京女子图鉴的作家王鑫 8月25日 被推上热搜的微博 这条微博里 王鑫写了 新冠时期的2020年 给她带来的六个变化 一 每天认真吃饭 清淡简单 不再浪费 二 从此不喝大酒 头脑清醒 有效工作 三 摒弃狂躁焦虑 不再在赚钱和名利之路上狂奔 保持有序平和的内心 四 勇敢断舍离 面对不必要的财物 生活方式和肤浅的人际关系 五 安静阅读思考 保持自我定力 不再被舆论和杠金裹挟 六 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照顾好今天的自己 成为温柔又坚韧的人 千万网友为她这六个变化点赞 也为这尚未过完就已经历经太多的生离死别的庚子鼠年 为这尚未结束 但已经教会我们太多人间真相的 2020年 还为这一年里挺过了肺炎 洪灾 病痛 而侥幸活下来 已悄然在变化的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2020年的幸存者 我们要互相搀扶地好好活着 我们要在生活和生计 亲人和养育 工作和事业的夹缝里 走上这三条路 要活着 更爱自己的路 顾家人 更要顾自己的路 有热望 更要有能量的路 愿看到此文的每个人都能懂得并做到 再忙再累都要记得善待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和归宿 再苦再难都要记得爱护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再痛再伤都要记得拥抱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妙语和神灵 人生短暂坚持提升自己这件事情一定不能省 生活很难 但拥有强大自屈力学习力的人 会拥有更大的力量 抵抗住外界的风雨 为了让十点的读者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权 十点君今日送上大福利 我们为没有购买过十点读书会员的小伙伴们 精心准备了总价值1000元的优质内容 包括徐远老师的理财投资课 杨妈的英语学习课 刘勇老师的处事情商成长指南 周小鹏老师的实用婚姻经营术 等八门精品好课 以及人性的优点 人性的弱点 羊皮卷等六本优选有声书 长按识别文末的二维码 即可免费领取以上福利 成功的机会只留给懂得把握住他的人 你准备好 买出第一步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